如何为你的茄子选择合适的肥料 首先了解一下有机肥料与合成肥料 有机肥料是缓氏肥 在微生物分解的过程中改善土壤结构 所以有机肥要作为底肥使用 它们包括各种粪肥、厨余堆肥等 在生长期就可以追加合成肥料 也就是化肥 合成肥料是植物营养的快餐 它快速、浓缩、有效 但如果一次性使用过多 可能会引起烧根 对于茄子来说 使用NPK比例均衡的肥料 就像中了头奖一样 平衡肥料非常适合茄子 例如10比10比10的肥料 适当过多会导致植株大而多叶 无法接出果实 移栽茄子后 先施好有机底肥 然后请等待一段时间再施肥 初始阶段仅浇水 因为植物需要适应新环境 种植半个月后 是第一次增加营养的最佳时间 这段时间可以让任何累积的盐分被水冲走 防止根部灼伤 并确保健康生长 茄子洗肥 尤其是在活跃的生长阶段 在整个生长季节 施肥要适量而持续 施肥过量比施肥不足更糟糕 平衡才是关键 所以要做到薄肥勤施 家庭种植 在开花作果前 每周或10天追一次合成肥料 每株大约一小勺颗粒肥 或500毫升左右的水溶肥 后期可以延长一些间隔时间 容器中追肥时 只需将养分撒在土壤表面 不要深埋土里 因为它会逐渐释放养分 这样对根部的破坏性较小 在植物成熟时有益 另一方面 施肥要稍微远离茄子经部 过度施肥可能是茄子的隐形杀手 如果您看到土壤表面 或花盆边缘有一层白色硬壳状的岩层 就该减少施肥量了 叶子的尖端或边缘呈棕色 这也是茄子在求救 这些症状需要你立刻评估是否施肥过量